要示威者在一時三一停 我相信是很不現實的要求 既然特首也說已經回應了 沒什麼回應 所以那天我提出 是不是要換人變一下陣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可能你們覺得我講得遲 其實不是的 整件事發生出來 就是政府做得不好 他們都認了解說工作不好 認知不好 在香港有一個問責精神 搞得如此牽然大波 搞得社會這麼創傷 政府是沒有人負責到這一刻 是沒有可能接受的 那這條戲怎麼相信呢 是不是你今天你解僱一兩個官員 重組行會成義 然後找一些新的人 新人足智多謀的 或者社會有認受性 去做官 去做行會成義 由這些人出來幫忙解說話 市民可能覺得 有一個將來 有一個擔當人士走出來 你現在叫鄭若驊出來說 你以為他有認受性嗎 他根本不敢面對市民 去說任何事情 只有說出來 人家會瞄他 要反對他 就沒有人會接受 老實說 大家都不理性 他出來說是不理性 市民見到他 未講意思 不喜歡他 都是不理性 但這是現實的情況 我那天跟林鄭若驊說 在過程中有沒有人給你意見 或者給你意見 誤導你 或者令你錯股民意 這些你再放在行會上 只是累了你 其實就算不是體現問責精神 你必須強化你的問責團隊 必須強化你的行會成員 都要趁這個機會 引入一些新人進去 只有新人 才可以為你帶來新的希望 新的動力 新的思考 可能 經常都說香港人才仔仔的 你不可能說 沒有人的了 是這三司十三局 是這二十幾個行會成員 那你就固步自封了 你想帶來新的希望 既然大家想不到辦法 或者陳志雲大師進去做行會成員 他有些新的想法 或者陳聰那些人 你有 我覺得是 可能招攬一下民家的有能力 有足智多謀 為他創出一個新的機會出來 提高換人 因為大家都希望有一個缺口 有一個新的框出來 可能激進派人士都找不到落台街 突然找到 這個都是給我有個落台街 你無緣無故不訴求 你叫我停 我為什麼 兩手空叫我停 可能大家的想法 似乎是林鄭月娥出最大的問題 例如剛才你也說了 叫了他出來都不出 可能是他最大的問題 但是 不換他 你覺得是政治現實 大家要接受 根本沒有可能換他 還是這個時候換他 不是一個很適合的時候 政治現實不能換他 舉例 大家要求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可以告訴你 只是他才有權去決定 做不做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這一刻換了他 更加沒有人可以決定 做不做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叫處理張建宗 例如換了他 立即找張建宗處理 他當然要說 我需要研究 我需要探討 其實沒有用的 這個在政治上是不能夠換他 第二 你換了他 在六個月內 必須進行一個補選 補選又搞場大龍鳳 又打場交 那你根本這件事未完結 一波未平 一波又是 那你權衡利害做什麼 炒過謝又說 沒有成本的 730萬 我可能729萬人是贊成的 一萬人可能不贊成 不可能關公都對頭人曹操 有知心有 絕對對頭人 你覺得律政司司長責任大過保安局局長 他是頭來的 保安局局長責務龐大一定有問題 老實說 要炒可以兩個 如果兩個選一個 一定會炒鄭若驊 因為你現在要給大家一個下台 不要叫他停了 你停兩個星期給我對話 那好吧 我找一個人換出來 我扔一個出來 我炒過 因為其實就算政府今天回應兩三個數目 不代表示威衝突立即停止 因為大家沒有大台 如果一早有這些回應 可能會好 沒錯 到了今時今刻 就算政府今天我接受其中兩個訴求 或者三個訴求 沒有人一個人夠膽擔保 是全部停止 但是我相信 就算你多激進好 我停 我有些東西訂出來 如果你還不跟我談談 社會要譴責他 你經常說政府逼你出來打人 即是你想跟示威者割席 你就要做了這件事 所以市民可能有一部分都覺得 都不是 應該要停一停 沒錯 激進示威者 現在可以做了這件事 其實也因為氣勢 有一些和理非支持 事實上也是 事實上也是 其實我們一定要面對現實權 是厲害的 即是沒有完美的方案 但如果你站在那裡不動 完全不做事 烈會越打贏越死 行會呢 行會改組是要 非官首成員 換了他還是個別呢 還是現有的不用動 純屬新加 非官首議員 其實林鄭很清楚 誰在過去兩年 執政期間幫不幫到 就是在這個條例過程中 誰有給他意見 誰有比賽意見 誰有誤導他 誰縮不說話 其實他心中有數 如果特首連這個都心中沒有數 我就很擔心了 他一定能夠判斷的 特別是否有政黨背景 我不管他並不正黨背景 即是他覺得他都幫不了手 或者在這個時間 他都不可以出來和我勤亡的 不可以和我護駕的 甚至不可以想到一些計劃的 你放在那裡沒用 為什麼你不換新血下去呢 社會要不斷有新陳代謝 才可以有新生命 你沒有新陳代謝 沒有新生命 這個我不覺得 一定是可以解決問題 但起碼有機會給大家去試一下 最重要是給大家一個下台 令到大家可以停了 可能和你非那班人都激進的時候 人家有一個人能量下台 你停一停 停兩個禮拜 對完話聲 對到出來沒有效果 就再砌過 都有一個原因去叫人停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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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兩兄弟打完架 你都有人擺個禍頭走 大南山港送給人 以示的誠意 問題是現在 我們解僱一個官員 不是代表誠意 是他真的罪有應得的 我們解僱了 有很多問題 都會用來 你現在就準確 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問題 你現在就要來 你賺到 你準備好了嗎 你怎麼一樣